他们老爱说呀 说现在这个人心不古啊 或者什么道德崩溃啊 老爱这么讲 其实我也有一个怀疑 就是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上一代人 是不是每一代人实际上也差不多 比方说啊 媒体他把很多事情放大 比如说啊 看着当街强奸 群众围观 经常有这样的新闻 那么你看到你觉得这社会道德是完蛋了 对吧 可是呢 以我自己的感触啊 我觉得基本呢 人还是有个善良或者仁义之心的 就别太超出他的自私 还是就是还是还是有的 不不见得啊 这个道德状况那么坏 但是呢 会有一种问题啊 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做好事的人觉得自己危险 因为我觉得个人权利啊 个人自保的这个欲望是无可厚非的 对吗 我现在很多时候就觉得 如果你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我会觉得不是说不愿意帮助人 而是怕就广州话就讲啊 叫惹祸上身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 就是咱们经常讲的啊 你有时候去干预一些 不干你 就或或者说跟你没关系的事情 你看不明白那个里边的情况 比如说有人告诉你了 说那个要钱的和尚根本就是假和尚 对吗 你弄不清他是骗子 还是骗你钱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就像咱们讲上海这个钓鱼的这个这个事情 你开车能不能搭一个人呢 美国人都会很愿意帮忙搭一个人 可是如果你看到了一些新闻 你搭的这个人可能是要抢你车的 或者说你搭的这个人可能是要钓你鱼的 那么你脑子里有这个印象 有这个新闻了 我说实在话 我现在有些时候想做点好事 可老实讲 我觉得你不要让我惹祸上身好吗 我愿意做好事 可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太摸清情况 最后会不会把我给兜进去 就像一扶一老太太 老太太夸击摔倒了到医院 说就是他撞的我 你脑子里想到这些事的之后 你会犹豫三分的 跟真蒂固的矛盾是 如果这件事情跟我们无关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客观的判断的时候 街上有人吵架 我们总是帮穷人 不帮那个富人的 我们是帮多数人 不帮那个少数人的 我们是帮老百姓 不帮官的 如果这个事情跟我无关的话 这就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基石 我们把贫穷 多少 官民 这三对矛盾 我们用好坏把它串起来 因此好的总是跟老百姓有关 跟多有关 跟这个穷人有关 这个就是基本的意识形态 但都吊诡的是 一旦到跟你自己有关的时候 我们人人都不想做穷人 想做富人 我们人人都想做少数人 就是我出啊 我可以好秤 我想做精英 我不做多数人 我们人人都接近官 而不接近民 如果你请客吃饭 一个老百姓请你吃饭 跟市委书记请你吃饭 你看你选择哪一个 这个当作为为官的群众的时候 你的道德取向 跟你作为一个个人 在生活上社会的准则 是相反的 其实简单的讲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都觉得呢 这个官里面有不少坏人 富人里面有不少坏人 但是我们都想当坏人 这就是最调课 最调课的地方 而且呢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觉得你 如果说建议有为 本来就已经是困难了 接下来问题不出 走向2010 我们是永远